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这个V对P的那个平均变化率 是等于这样子 当什么呢? 当这个ΔP趋近于0的话 那就是瞬间变化率 当ΔP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就趋近多少 这个就没有了,趋近于0 就P平方分之或NRT 那这个就是 就是说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说 瞬时变化率 所以这个瞬时变化率 实际上就是这一项 我们想着说,瞬时变化率 这个是等于 LimitΔP 趋近于0 ΔP 分之ΔP 他说 都经过计算以后 等于这个 那就Limit 这ΔP 趋近于0 这个是 P加上ΔP 乘以P分之或NRT ΔP趋近于0 这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 等于P平方分之乎N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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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个 实际上就等于这一颗 这个答案就是 P平方分之乎NRT 好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V小题 V小题的话 V小题的话 他是问说 这个Limit 这个H 趋近于0 H分之多少呢 F呢 A加H H 减掉多少呢 减掉这个F A 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Limit X呢 去近于A 这个S-A F呢 X 减掉F A 好 那么他问这个多少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Limit 这是ΔX X-A 就是ΔX ΔX呢 H 就是H 去近于0 实际上ΔX就是H 这是ΔX 分多上面 上面就是ΔF 这是ΔF 那这个实际上就等于 F 对什么呢 对那个X 对那个X 微分 那X带多少 X带A 就在A那一点的微分嘛 所以事实上是等于F A 所以第二小题 实际上就是F这个函数 在A点那一点的什么呢 那一点的那个 顺时变化率 也就是说它的微分 所以DV小题 DV小题的话呢 答案就是什么呢 就是F 微分 在A那一点的微分 或者是在那一点的导数 也可以这样讲 这是B 这是A A就是这个框格 B就是这个框格 B就是这个框格